我们来看一下6000天的活动,因为东南亚服是11月26日会迎来6000天的活动 那这个活动其实韩服跟日服都出过了,这就要看每个服的运营时间来看 他主要就是一些回顾性的活动,还有一些特殊的任务,帮他回顾一下记忆 而第1天是有3倍晶圆值券,可以给3个,可以给小号列了一点,第2天是积分1000,然后第3天也得点装,第4天是特殊龙虚章3个,第5天是选择性神秘徽章20个,第6天也是点装选择其中一个 第7天是核心宝石,第8天是紫色魔方,第9天是永恒涅槃火焰,第10天也是点装选择,所以他是有10天的任务 然后他就要500只等于附近怪物就可以了,哎,好像不太一样,每一天重制的,其实有些奖励是差不多的,第一天就是上面建筑欠,第二天是金标队,第三天点装,第4天特殊龙虚章,第6天是金箱,第6天是点装,第7天是金箱,第6天是金箱,第6天是金箱,第7天是金箱,第2天是金箱,第7天是金箱,第6天是金箱,第7天是金箱,第7天是金箱,第6天是金箱,第6天是金箱,第7天是金箱,第6天是金箱,第6天是金箱,第7天是金箱,第7天是金 第7天是金箱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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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7天是金 有一些整容理化的一些券而已 还有风险 活动持续到10月30月 Obsbond airship Crisom below 还有蝙蝠 还有这个 这个可太有代表性了 呵呵 这个板就是他 哇 玩意可以舒服 不能使用劲 这可太有代表性了 以前不良心就是 突然来了蝙蝠怪 突然来了蝙蝠怪 突然来蝙蝠怪突然下一条 然后你就死了 太经典了 那那个 魔法船呢 把那个 骷髅船去哪 好 一分钟 短了 好丁 3 0 1 3 2 1 2 3